三十岁不在家当鲁男 这位在中山郡上凉典礼中的年轻人 来头不小是印尼纺织大王宋良浩的孙子宋大江 近期含金量最高的就属这位啦 除了既有家族事业 他也是洪光及新年国际开发的总经理 凝洁轻轻的宋大江 在一夜宋良浩及爸爸宋伦波音导下 买楼买地 地块很准 去年5月以总价9.5亿元 标下大纸典华对面340瓶法拍地 另买下仁爱鹿四段圆环面包店店面 以单价640万 改写仁爱鹿店面新天价 近年也在北市一级商圈寻找店面产品 宋世家族长期看好台湾不动产 像中山郡就是宋世家族在台新间的第二个驻载案 逐利29瓶产品预计第四季开卖 宋光大纸案预计明年动工 神秘而不宣的宋世家族 未来还会像中台湾哪些地方呢 期待再创去新天价吧